当然你说外围这段时间是差一点的 但是内地的股市 刚才也说到某些板块开始升上来 但是可能权重不够 但是内地其实这段时间你都难看的 其实股市因为你看着上证又不代表户心 看着户心又不代表创业板 看着创业板又未必代表到科创板 因为其实完全是不同的风格 所以其实港股我觉得夹着 如果这么难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简单一点 总括来说就是 首先我们昨天看完那些纾困措施 究竟对于本地的一些权重股是好还是不好 这个要值得商榷的 但是另外的科网股上面 我估计这个才是令到这段时间 市场的气氛最拖着港股 因为其实其他权重股都是中资科网股 由美团揭章的时候 其实大家是真的令到情绪变得很快 虽然我们经常跟大家说中资科网股 今年如果要再看的 其实从去年后半年开始看 今年要再看的 美团是一种 其实我们觉得去年是未发烤了风险的股份 那你看到突然一出来 市场真的会吓得很快 对不对 另外变了 我估计故事不需要重复 我估计故事不需要重复